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10日 今天想說一下這個777妖虎 即是他開技招,嘩!接下來每天開技招 說笑而已,有些很不合聽的就說幾句 我都不是很客觀,他是有反省 也不是反省的,可能被人丟到豬柳餅 即是上到上面,那些幹部拉他坐老虎椅 又扯他頭髮拉耳朵的時候 搞到他尖寒尖凍焦淚症,唯有穿冷衣 即是那天好像三十幾度 然後在那裏懶頸巾 嘩!這樣說,你見到他昨天出來 那張照片,即是穿著一件綠衣 綠帽,綠帽,啊!說笑! 嘩!其實是呀!你戴綠帽也挺好看 反正到綠帽了,不差了 好啦!我好客觀,好公道 那他講什麼呢? 他說,今次修訂這個逃犯條例的風波 他用風波來形容 嘩!簡直是離天大禍啦! 簡直是一場浩劫啦! 對啦!你可不可以加這些字眼 他說,反映了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什麼都深層次,為什麼深層次? 代表自己不膚淺啊! 即是如果他說這些很表面的問題 那麼表面都解決不到 他就被人打屁股啊! 即是打屁股啊! 他說,當中很多都是民生的問題來的 擺明啦!一向都是民生的問題 但是呢!小心啦! 他擺明轉移焦點啦! 原本你說這個逃犯條例的 無緣無故說民生呢? 要改善民生 他之前就種下仇恨的種子啦! 即是那個《以天途龍記》那首歌啊! 這個《仇恨》啊! 啊!那句 《仇恨又卻是誰所中》 不就是這個 林鄭月娥中下的啦! 你想想,人家曾俊華好地地 對呀!又說他死對頭啊! 在說你啊! 人家曾俊華好地地 派6000元就派6000元 每個有得分! 老實說,這麼多年收錢 最開心就是那一年 他說要注入這個 強積金戶口啊! 強積金就強積金啦! 至少有得拿嘛! 嘩!你現在這4000元 我拿都拿不到! 頂你的費 幸好! 好公道! 即是你退差響啊! 退稅啊! 退稅啊! 但是香港最深層次的問題 就只有兩個 一個呢! 就屋! 一個呢! 就醫療! 就不要說那麼多話啦! 但是這兩個問題的根源呢! 就在新移民裡面! 你每天八五個這樣送下來 我都不介意你送他們進來 喂大哥! 不要批公屋給他們 行不行啊! 其實是啦! 我們說政治就是交易 很多人呢! 一出一個條款呢! 就說你! 給個審批權! 給回香港這樣! 其實又有沒有其他選擇 可以讓他們選擇呢? 當然啦! 我們很多時候聚焦問題 即是如果不是他 什麼都禁止了 即是那句什麼? 全部都是廢話 廢你的頭啊! 當然廢了你這個廢後 最後先說 當然不著重 不過他就用了 當然這個字 當然也有政治制度的問題啦! 那這句可圈可點啦! 即是說 你那些人呢 是這個 即是反送中 不是反送中 是這個 雙普選 的餘孽 所以你看到他呢 用一些招數 你找回2014年就可以了 整本書籍都寫了 即是他用回那套去對你 怎知道這次不成功 梁振英那時候 只要是避免的 79天等你佔領 怎知道這次呢 大家就聰明了 不去佔啊! 還有呢 逐步升級 另外呢 他又否決了 否決成立一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還有呢 說呢 會由監警會 去執行工作 就等那個梁振邦回來 那現在呢 就移動了 異哥給你看 接著呢 他又打一支強心針 說監警會是怎樣的 發定的 獨立的 問題是 你沒有了 credibility 嘛 沒有了 誠信度 怎樣 執掌下去啊 還有你 對不兌現你的競選承諾呢 如果主流民意啊 即是主流民意 什麼叫主流民意啊 哎呀 說謊起家的 真是主流民意 說他不要做特首啦 跟著他說他會下台啊 現在 都沒有下台 跟著呢 又是切割論啦 就說小部分 小部分的 未能由這個 本港經濟得益的人 即是他覺得這群人 是不會得到其他人的support的 這樣 很多時候呢 他就用了兩個字 叫做縱容 啊 即是包庇啦 講得再衰聽些 即是他說你們是包庇那些人啊 其實大家是同情 人皆有測忍之心啊 但這個人呢 無情無義的 自己的子女 嘩 又是政治人物的特徵來的 你看一下 梁振英 那家人 即是梁齊恩 現在是不是很happy呢 要照顧女兒 所以回到石柱大宅去照顧 即是這個齊恩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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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更加深層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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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派還要不要選擇呢? 那這個是看完拘損再決定 還是怎樣呢? 他現在很害怕的 也不是害怕的 政府天不怕地不怕的 只不過勸喻 用這兩個字 勸喻 即是教化世人 這傢伙神也會這樣教訓 我想耶穌當日去示威的話 也會被他打擊 他講了三點 三點 三點 我不想看 那三點就是 第一點 停止廣泛出現的暴力示威 即是說要廣泛出現的暴力示威 就令他很頭痛 你要明白耶 他招絲冒想才能說到這些 這次終於不說國旗了 終於轉了口風 不說國旗了 終於 這條橋不成功了 不過呢 他仍然會說外國勢力的 好啦 繼續說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停止不定時 不定點的行動 你看到他很頭痛 即是一些不定時 即是可能早上 可能晚上 不知道留到幾點 令你部署很煩的那些行動 還有不定點的行動 那些不定點的行動 又令到他很煩 還有呢 如果你集中 接著他一清掃的時候 就好像很怎樣 即是那些 雷霆手段 被他表演到 但是如果你周圍都有一些 就好像那個示威 擴散了 那些人看上去 就很害怕 那些人 我講的那些人 當然是北大人 即是他不知道什麼事 這裏又有 那裏又有的事情 是不是很害怕 好啦 第三點就是 他希望各界放下分期 減少對立 喂大哥 是你在製造分期 製造對立 阿姐 好心你呀 民望低過30 你就自動下台啦 我覺得其實呢 每一個行政長官 我都不用讓你普選各樣了 我真的好客觀 好公道 我不用讓你普選各樣 我只建議每個行政長官 就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施政就行了 我還給你龍椅子 總之你就一定要坐在椅子上 那張椅子上 那張椅子就有一件事叫做民望 當民望低過30分的時候 就會自動接電 即是坐電椅子 電到你 嘖 你只要夠膽坐那張椅子 不用普選 中央任命我都可以 我不要求普選 對嗎 很公道啊 對嗎 我很客觀的 對了 來到最後 我又很客觀 其實林鄭月娥 真是一個很勤力很勤力的人 簡清整餅 沒有那樣做那樣 即是派四千元都派到這樣 但是呢 他每日的確不奸甚煩 每日在這裡寫他的施政報告都寫了365天 那他每日做的工作是些什麼呢 最後我們看看一節短片 這樣就結束了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我們每日都在做這個工作 沒有些人 時代革命 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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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